国产飞行摩托车横空出世 不烧油 只充电 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 老外看了直呼不可思议 美国和迪拜纷纷争相购买 中国崛起的时候到了 看完转发分享出去 让全世界都看到国产新科技 这款飞行摩托车 由深圳哈威飞行科技公司自主研发 它是空路两用摩托车 既可以天空飞行 也可以陆地行驶 被誉为中国最牛逼的摩托车 它的车身长2米 宽1.8米 普通状态下像正常摩托车一样行驶 可当它转换成飞行模式 摩托车的四个脚会升起四个螺旋角 脚下的轮胎自动收起 在达到一定转速后 就会像直升机一样起飞 达到载人飞行的效果 众所周知 飞行器的重要技术门槛之一 便是电池续航 而这款飞行摩托车的电池管理系统 却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一次完整充电 就可以实现在地上行驶50公里 在空中飞行可以低空飞行10公里 只要体重低于150斤 它就可以带着你随时随地的垂直起降 还可以自由选择手控或自动的飞行模式 不用再为堵车而烦恼了 值得一提的是 哈维公司研发的飞行摩托 从设计方案到关键零部件功能测试 以及飞行控制系统都完完全全是自主研发 而且耗时仅8个月 速度相当惊人 更令人骄傲的是 这款飞行器还参加了美国国际无人机航展 一经亮相就惊待了前来参观的老外 美国众多企业纷纷表示购买意愿 迪拜土豪更是直接下2亿订单 准备为迪拜警察美人配备一辆 甚至美国飞行博物馆也对哈维飞行器提出了入住邀请 并表示这将是人类交通史上又一大进步 国货之光正在闪亮全球 中国将再一次改变全世界老百姓的生活方式 为我们的中国制造而感到自豪 飞行摩托车的面试 不仅让我们的个人出行变得更加高效和环保 大大搓短我们在交通上花的时间 更让全世界开启了城市低空出行的新时代 请看到视频的朋友一定转发到群里 让更多人开开眼 转发分享 一起为中国新科技点赞 为中国科研工作者们点赞 如果你不转发 他也不转发 只会让这样的大好消息被埋没 实在不忍心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请一定要多多转发 国货之光需要美味点赞宣传 转发分享 感恩 感德 请不吝点赞宣传